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歡迎收看今天的Deep Round Fonds 告訴我法國 今天的影片會比較正經一點 因為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我很重要的經驗 在法國讀設計做設計師 讓我明白的八件事情 然後這個可能對很多朋友即將要投身去這個工作 或者要留學業 或者是要進入社會的朋友來說 或者已經在工作的人也會有一定的幫助吧 因為這個都是我自己的經驗 然後因為今天的影片就沒有那麼傻 就比較認真一點 因為是有關我職業的事情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跟你們講我體會的八件事情 然後中間我會差一點我自己工作的經歷啊 還有各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OK首先第一個事情是 絕對設計裡面的大忌 不要做一個copycat 非常非常大的大忌 千萬不要抄襲別人的東西 有很多人就對抄襲這個概念是非常模糊的 什麼樣的東西是做抄襲 然後這個具體我 一個標準 設計師的標準 我會開一個影片講 但是我跟你們講 最直觀的 一模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只改了一丟丟的東西 然後就是你改的沒有你自己的風格 我做視覺傳達的時候會遇到 有些人他也會抄襲 就是說我看到網上的這個圖好看 我就拿來用這種 其實這種算是一種抄襲 那麼如果你想要圖片怎麼用 買 我跟你說法國人很喜歡買圖片 不能做那種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這裡設計師講的一個copy 就是一個拒絕低級改動 第二個就是個人風格 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一個設計師 你沒有了 你個人的風格 OK你的靈魂沒有了 好像以前讀書的時候 或者是去工作的時候 你那個老闆 或者是你老師 每一張設計他們都看了嘛 他根本就不用看是誰做的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你做的 OK那你就是成功的 因為你有你自己的風格 然後那張畫 我看不出是你做的 作為一個設計師 你自己會覺得很失敗啊 你沒有你自己的一個 辨識度 做設計師也是一定要有自己的 一個個人風格 講到團隊協作風格的問題 做一個設計師 你單幹 你有你自己的style OK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一個團隊裡面工作 你就要去協調 他們的風格 我之前在巴黎 有一家比較出名的包裝公司 應該是當時是排名第三的 叫Keyson Pew 然後我工作那段時間就是 跟團隊協作 就是好像這個idea是我的 這個初稿是我做的 但是 開完會之後 那個分工不一定是我 就不一定是我繼續跟那個project 可能是我去follow其他的project 我自己的親生兒子 我就要交給別人照顧 你知道我們都叫我們的設計 叫親生兒子 其他同事的作品也會pass給你 所以說你要handle好這一方面 有時候做設計師 要有風格 要拿得起 放得下 不能夠說 哇我太自主了 有別人的設計 我為什麼要跟 那你就不用上班了 雖然idea是你 但你不要妖公 你要有自己的個人風格 同時你要能夠融合別人的風格 好像要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們既然去買東西 你們會看到有些聯名款 那個設計師他有他自己的風格 但是他做聯名款之後 他要把他的風格 又融入到這個品牌的風格裡面 你的可塑性才會更強 不要隨便的去否定一樣作品 看很多網友的評論啊 他們經常都會講一句話 就是這很醜 這很難看 這句話不能輕易說出來 因為每一樣東西 即使它很醜都好 它都有可取的地方 有些東西叫醜美 不能說我一眼看上去 我覺得醜我就不接受它 設計這個東西是總有辦法 把醜的東西變好看的 有一些新系列的包包一出來 很多人可能開始就覺得 他很醜啊很醜啊很醜啊很難看 但是等他做了宣傳海報搭配 一系列的步驟之後 你又會慢慢開始發現 這個包包開始變好看了 所以說這個世界上沒有 絕對絕對醜的東西的 真的只是看 什麼時間適合什麼樣的產品 現在做設計師就是 不能夠說一眼就否定這個東西不好 你首先你看到一個東西 雖然你覺得它可能不太好看 但是你會想 這個地方有什麼東西我是可以拿的 然後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如果我做的話我可以怎麼改善 我會思考這幾個問題 這個世界上很奇怪的 多醜的東西都有人覺得它好看 多美的東西都有人覺得它不好看 所以你在否定它的同時 肯定會有人覺得它好看 有人覺得它好看就證明 這個東西還是有市場的呀 有市場就值得我們去關注 就很多事情說不準的 不要很快速的去否定 那些你看不起 或者是你覺得很難看的東西 OK 那麼接下來這一點 就接著上面這一點就是 細節的問題 特別我在法國做設計 很注重細節 我之前的團隊有接過 Avion的項目就是伊云水 幾年前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做那個伊云水的新版 就是中間有一條橫線的 我們是八個人一組去完成這個項目 我們費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時間 一毫米一毫米的完成 就好像說它這個線嘛 這麼長 然後我們試一下兩毫米三毫米四毫米 五毫米六毫米 然後把它全部的結果都打印出來 有攤在桌上面 然後自己選 就是說一定要注意細節 很多人都可能會被一些很花花綠綠的吸引 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兩種風格我都喜歡 極簡我也喜歡 花花綠綠我也喜歡 你是做花花綠綠的 有它的難度在 因為你要填充畫面 你需要很豐富的想像 你需要很豐富的東西 但是你說極簡同樣也很難 就好像舉個例子 你一張A4 你那個圖你怎麼拍 你放在中間 右邊一點點 一毫米 左邊一毫米 上面一毫米 下面一毫米 你怎麼樣推 你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你要找到一個最適合 這一個畫面最舒服的度 你才可以把這一個感覺做好 就有時候我們設計一些logo 我今天設計完很滿意 但是一般我們都是隔兩到三天 我們才會給客人看 因為我們需要有一個緩衝期 什麼叫緩衝期 就是我今天看了這個logo 我覺得OK耶 我很開心我晚上回家睡覺吃飯 第二天早上起來 你再看這個logo 你會看到有不一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連續兩三天 你都看不出來有什麼問題 證明這個問題就不大了 世界上有兩種東西 一種東西是一出來 你覺得哇好好看 然後越看越難看 另外一種東西呢 就是有一家東西 你一出來 覺得好像一般般 但是越看越好看 有時候在法國做設計 我學到一個很大的道理是 效率果然重要 但是如果速度跟質量 只能擇其一的話 質量 東西一定要做好 就一定要拿出來的時候 讓客人很OK 那麼另外一點呢 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你要搞清楚 有藝術家和設計師的區別 我記得當時第一天 校長就有跟我們講 他說 藝術家是有機會不賺錢的 但是設計師要跟商業掛鉤 money 如果你潛心自己的東西 你不去跟商業掛鉤的話 你就會餓死 就說設計師也是人 也是要吃飯的 就有些時候 藝術家 他可能潛心畫他自己的東西 就是只是他自己 他不會考慮別人怎麼想 但設計師 你如果是工作的話你不行 你要考慮別人怎麼想 就是說你自己覺得很好 那別人不喜歡你 有怎麼辦法 你的產品 設計是要能夠說故事的 你的故事 是要能夠打動你自己 還要打動客人 我們一般做設計會出三個方案 第一個呢 是我按你要求做的 你喜歡的 第二個方案是 我按我要求做 但是我覺得你會喜歡的 第三個方案是 我喜歡的 不管你 有些時候你要分清楚 你自己的東西 還有用來吃飯的東西 但有些藝術家們 他們就很倔強 出來一個東西之後 就說不行 誰都不能改 所以說這種的話 可能等你有一定的知名度啊 名氣之後 你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說 我剛剛是一個小白 我剛出來工作 你有這種骨氣 我感覺是會被社會磨平的 也要看你機遇好不好 如果你遇到你的國樂 沒有問題 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歡 但是如果 你說我就是在公司工作 還有各方面 你是堅持這種性格的話 我覺得 會很艱難 這條道路 真的 做設計的時候 不要分得太近 我很努力的去讀書 考試 我就會考得好成績 但是設計不一樣 設計不是說 我很努力的去看書 很努力的去想事情 很努力的做設計 我就可以有好設計 你如果沒有 idea 你坐在那裡 死啃爛騰 死看爛看 看五個小時 都沒有用的 但是 如果你有 idea 你突然 靈光一現 你那個東西20分鐘就能搞得出來 哈哈哈哈 做設計師要學會放鬆自己 很莫名其妙的之後 你放鬆了之後 你的 idea 就來了 做我一個設計師 你是能夠分得清楚 這些 idea 是硬逼出來的 還是自己靈光乍現 靈光一現的感覺 你就非常肯定 就是它 就是它 所以說這個就是分別 就有時候不要 繃得自己太近 讓腦子放鬆 可以獲得更好的 idea ok 那麼最後一點 是非常重要的 做設計師 不要被自己的條條 框框給框住 不要覺得年齡大不能做 不要覺得 我不是這個專業我就做不了 不要覺得我不行不能做 ok 設計有無限的可能性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設計師 不要讓這種東西 框死了自己 你去法國的設計學校讀書 你可以看得有年紀很大的人 有年紀很小的人 然後你有時候在法國讀音樂 因為我前男友他是做音樂的嘛 他班上還有12歲在跟他們同一個班上課 他們也有50多歲的人在上課 所以說有時候 法國這種他不會說太介意 每個年齡都要幹幹什麼事情 不論是哪個年齡都好 你想幹什麼之間你就幹 你每一種人都會有不同的風格 不要想我自己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才能做什麼樣的人 你首先你的腦子 你要想我 想要做這種人 你慢慢你的能力就會來了 就是說你不要想著說我去法國留學 我不會法語 思維你要變一下 你要說我想要去法國留學 所以我要去學法語 慢慢法語就學起來啦 一定要是想我先有個目標做這個 然後慢慢培養這個能力 不要看清你自己 很多人就是半路出家都很成功了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小天地 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是一樣 很開心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夠做到大家喜歡的事情 好 那麼今天的Dee Marathon是告訴我法國 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吧 如果大家要一點點喜歡Wuta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我們一個like 然後 歡迎大家訂閱WutaTV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再見 如果大家要一點點喜歡WutaTV的話 請不要忘記按讚和關注我們唷 每週都更新影片唷 我們下期再見